好 再看完了第一段之后呢 咱们下面看第二段 作者呢 一个亲身经历 有趣的一个小故事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No creature has received more praise and abuse than the common garden snail 作者说 再也没有别的生物啊 这个得到的表扬或遭到的谩骂 能超过常见的这个花园的蜗牛了 就有人特别喜欢 有人特别厌恶 都寵爱和厌恶于一身的这种特殊动物 就是蜗牛 这个No creature没有任何生物 受到的表扬和遭到的谩骂 都用一个receive加名词 这可是咱们第八课讲过的 老知识的复习了 receive加名词叫受到得到 如果倒霉的事呢就遭到 倒霉就遭到 本文中呢 得到的表扬和遭到的谩骂 能够超过花园蜗牛了 它第一个跟的是praise 是得到表扬 第二个跟的是abuse 翻译成谩骂 都用同一个词 咱们复习复习在第八课里面 就是四十二页课文最后一句话 第八课著名的修道院里面 四十二页课文最后一句话 这些年轻人 他们喜欢山区的宁静 总是在圣伯纳德修道院 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是受到欢迎 receive加名词 用的是受到 或者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但不能说遭到了热烈欢迎 这是好事 那么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本文中的得到了表扬 receive praise 可以这么说 本文中遭到了谩骂 receive abuse 但注意这个词作动词 动词abuse 名词是abuse 辱骂虐待滥用都行 在这儿是遭到谩骂 就是我讨厌是害虫 是这么说 再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得到了支持 receive support 就不一定非得说be supported 我们可以用它来代替动词被动 就不一定说be abused be praised 都是receive加名词就好了 再比如说这个孩子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就不一定说be well educated 以后可以说receive good education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还有我们在第四册 第二支八课出现的 病人得到了充分的治疗 receive adequate treatment 得到了充分的 adequate治疗 receive就记住 不一定是收到某个东西 可以表示得到受到甚至倒霉的遭到都行 还有就是我们在第31课见到的受到了广泛关注 当然还有一个第八课 在第八课的42页最后句话见到的receive world welcome 受到热烈欢迎 刚才见过咱们不说了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看一看这个146页第二十行 三十一课得到了广泛关注 这个146页的第二场 This exhibition 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这次展览得到了新闻界广泛的关注 因为尽管这些画被认为是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其实是狄奇自己画的 得到了关注叫receive attention 得到广泛关注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就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就好了 好 这受到得到遭到 另外回顾the press 咱们在第五课事实数据那课说就讲过 叫新闻界 报界 郁伦界 这受到了新闻界广泛的关注 这些结构见过之后 相信大家都可以放心 大大的用 太棒了 再回到文章中 他说没有任何的生物受到的表扬和遭到谩骂 能超过花园蜗牛了 这个里面其实表达是最高级的含义 也就花园的蜗牛得到的表扬 受到谩骂是最多的 但是注意 它根本没有出现最高级 表达的其实是最高级的含义 它用什么形式表达最高级呢 no是个否定词 more是个比较级 否定词加比较级 用它也可以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没有比它更什么什么的了 不就表示它最什么怎么样吗 这个特别好记 咱们看几个例子 没有比愚弄百姓更无耻的了 骗老百姓是最缺德的行为 nothing is more shameless than fooling the public 你看这是用否定词 nothing和比较就more跟他比较 没有在什么 这个fool当动词来用 是愚弄的意思 没有再比愚弄百姓更无耻的行为了 这是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再看一个例子 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在第四册的第28课里面 病人和医生中会出现这么一句话 也是用了no加比较就quaker 后面有then放在一块了 咱们看怎么翻译 there is no quicker method of disposing of patients than by giving them what they are asking for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快的方法了 什么方法呢 由of引出方法的同位于 disposing of patients 打发病人这个方法了 这个dispose of表示打发走讨厌的人或事物 打发病人的方法了 比什么呢 比病人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更快的打发病人的方法了 说明要什么就给什么 是一个最快的打发病人的方法 没有比他更快的了 这个方法最快捷 所以医生最倾向 你要什么药直接开药 一边说药就开完了 这个快速病人还满意 我还能多赚钱 没有比他更快的方法了 这个这是用比较级加上否定词 否定掉比较级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但是表达最高级的形式非常非常多 咱们在欣赏第三册中 另外一些例子也表达最高级 咱们以后就不见得非他把最高级写入来了 比如说看四十一刻 一百九十二页的第九行开始 一百九十二页第九行开始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He maintains with the first cockerel The turkey of birds at dawn The side of rising sun glinting on the trees and pastures 他坚持认为maintain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他相比较的了 什么呢 就是清晨低声机体 在扶晓的时候 鸟儿叽叽沙着的鸣叫 还有这个出生的太阳 在树梢和农场上闪烁 这幅美景是无以伦比的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表示这个东西是天下最棒的最好的 它也没有出现最高级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跟他相比较 就行了 当然如果指人呢 我们就得把nothing 或者no one 或者nobody 就行了 在英语方面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约翰相比较 No one can be compared with John in English 在英语方面 约翰最棒 也是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没有人或没有事情 能与什么什么相比较了 这个结构也很漂亮 还有一个片段 咱们在未来四十四可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204页的十九行后面开始 204页的十九行后面开始 有这么个片段 but nothing can match them for speed and comfort 但是对于速度和舒适来说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它们相比较了 这是什么呢 这个它们指飞机 飞机呢 又快还有舒服 它不颠簸嘛 就这么一个 nothing can match something 表示这个东西 是最棒的 最好的 最强的 也没有最高级出现 同样很漂亮 当然如果是指人的话呢 就可能no one和nobody can match 答答答答就行了 比如在这个力量方面 没有人能够与彼得相比较 彼得力气最大 no one or nobody can match Peter in strength 或者说for strength 对于力量来说 也行 for是对于什么来说 那在力量方面加 in都可以 对解释定管 no one can match Peter P-E-T-R in strength 或者for strength S-T-R-E-N-G-T-H strong 名词形式Strength S-T-E-R-E-N-G-T-H 就好了 这也是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以后咱们最高级就不见得 非得把最高级写出来了 有很多一些委婉的表达 也不错 咱们表达更灵活了 那么下面就解释 为什么有人很喜欢这个蜗牛呢 先解释为什么喜欢 他说cooked in wine snails are great luxury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这cooked in wine 上来不可能是卫语动词 你卫语动词的话 前面没有主语了 肯定是非卫语动词 非卫语动词的话 说明这个cooked 一定是过去分词 因为分词和不定是 是非卫语 就是在酒中被烹饪之后 但我们知道这个非卫语动词 隐含的它的主语 就是逻辑上的主语 一般来说 跟主角主语统一 什么被烹调呢 被烹饪呢 主角主语是snails snails 蜗牛嘛 蜗牛在酒中被烹调之后 怎么样呢 在世界各地 都是一道美味佳肴 你到法国吃法式大餐 法式的大蜗牛 也是一道名贵的这个菜 这个r agreed luxury 这个luxury是奢侈品 啊 我们在以前说过 luxury在第六课讲过 它可以表示奢侈豪华 表示奢侈不可数 但表示奢侈品就可数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luxury luxury 奢侈品在这就是非常昂贵的菜肴嘛 美味佳肴这个意思 那么用luxury明显是为了避免 跟第三行的哪个次重播 就是第三行的delicacy嘛 网上看是不是第一段第三有个delicacy 美味佳肴嘛 然后在什么 在世界各地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这个结构见到之后 我们可以背下来了 在世界各地 咱们把它搭配背下来 再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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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基本全了 在世界各地 只有最后一个 前面是没有借词的 它在后面加了一个副词 我们没办法 这种习语大声读五遍 直接背下来了 咱们上课来不及读五遍 咱们的课下读五遍 上课跟老师读一遍就好了 有个印象 大声里面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注意这个发音 various 第一个v 上牙处下唇发vv various 不要读various 后面没有字母 在里面 various various 好 世界要读worl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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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舌尖勾回来 world 再称平world 这么一个声音 我们读一下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在世界各地 再来遍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好极了 all of the world all of the world all of the world thorround the world thorround the world thorround the world 注意最后一个前面没有借词 the world over 注意dover联读 在里面 the world over 叫世界各地 叫世界各地 我说迈克尔杰克逊 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 这就一般过去诗了 因为这人死了 对吧 是不是可以说 Michael Jackson was popular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was popular all of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was popular throughout the world 注意最后一个 Michael Jackson was popular the world over 都可以 叫在世界各地 这几个结构 见过之后 咱们写作中 口语中 放心用 错了 你来找我来 我给你负责 世界各地都是美味佳肴 所以很多人很爱吃 后面说了 There are countless people who ever since their early years have learned to associate snails with food 他只有数不胜数的人 自从童年时候开始 就学会了把蜗牛跟食物联系到一块 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白颜色的还是句的主干 有数不胜数的人 countless count本来是数数吗 list不吗 不能数了 就是数不胜数的 形式 然后呢 who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一个定语从句 来修饰这个people 然后呢 在定语从句里面 牵涛一个时间状语 ever since their early years 自从他们早年开始 其实就童年了 那么ever since 在这当届次来用 因为后面有个名词短语 their early years 对吧 自从童年开始 出现ever since 一般在他所在的句子里面 要用完成时 这里用了have 就已经学会了 把蜗牛跟食物联系来 刚才在词物中讲了 associate a with b 把ab 联系到一块 这个句子就看得非常清晰了 那么下面再看一些细节 就是复习一下我们的ever since ever since 这个词呢是老朋友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哪课讲过 仔细复习同学可能还记得 在第二课我们说过 从那以后就一直沉默了下去 这个ever since 这个词可以当副词 可以当切词 也可以当连词 本文中 这个句话中 当切词 后面下名词短语了 咱们再复习 所以在第二词书中 十八页的第三行到第四行 十八页的第三行到第四行 但是注意 出现ever since 它所在句子用完成词 这个过去日夜不停打点的这个大钟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 多年前坏了 注意后面 and has 完成词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从那以后 就一直沉默下去 一直没想过 ever since 在这 是复词 对吧 复词单独使用 就从那以后 做廉词也行 咱们还记得吗 在当时就举过一个老的美剧 叫Prison Break 越狱中的一个片段 咱们看看这里边 是当作廉词来用的 我们先大概听一听 好 这句话呢 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再看一看 他说 You know how she feels about you It's the same way ever since we were kids 他说你知道呢 这个女孩子对你的感情 自从我们是小孩子开始 就一直是这样 注意 完成词 It's been the same way it's 但是It has 一直是这样 Ever since 注意后面加重剧 We were kids 在这儿 是引导时间壮与重剧 但是他所在的句子 主干里面都用完成词 而且他本身呢 副词 借词 扁词都可以 这个表达灵活 好 本文中说 Early Years 就是 Childhood 就童年 自从小时候开始呢 就已经学会了 把蜗牛跟食物联系起来 Associate 在这儿是联系 跟with搭配 咱们复习 还能怎么说 带进去 Have learned to connect Snails with food 或to food Connect加with to 对吧 还有呢 Link加with或to 可以对吧 还有呢 Relate加with或加to 都可以 学会了把AB联系来 还有我们说呢 建立联系呢 名词结构呢 用Connection怎么办 Have made a connection between snails and food 对吧 还有呢 Establish a link between A and B 还有呢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你看英语像带公式一样就好了 英语是形和的语言 形式搭配特别重要 咱们跟记数学公式一样就好了 另外你看这个里面 这个实物就不能加S 为什么呢 这表示实物本身 而不是不同种类的实物 在这不可署名词就对了 还是进一步说明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它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从小就吃过牛啊 一吃一辈子 那不得了了 是我们的这个主食了 没有蜗牛活不下去了 所以特别喜欢这蜗牛 他后面就举了一个 我的朋友就爱吃蜗牛 My friend Robert lived in a country where snails are despised 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叫罗伯特 他住在这么个国家 什么国家呢 这个国家里面蜗牛遭到鄙视 什么叫蜗牛遭到鄙视呢 蜗牛被认为一钱不值 大家觉得是害虫 没人买 更没人吃 这东西 但是卢伯特本身很不幸 他爱吃这玩意儿 As his flat is in a large town he has no garden of his own 因为他的这个flat 咱们讲了这是英式英语 在美式英语呢 相当于apartment apartment就是flat 公寓的意思 apartment跟他同意思 因为他的公寓在一个比较大的城镇里面 他没有私人花园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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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资格去抓蜗牛呢 也抓不着 没有花园子 这个of one song 这咱们以前说过 第九课讲过 某人自己的放在名词后 一个后制定语 前面是名词 后面叫of one song 不忘记咱们复习第九课的片段 咱们看一下这个第九课飞猫里面 四十六页的第二行 but they lead mysterious lives of their own as well 但是他们过着自己神秘兮兮的这个生活 自己的神秘的生活 life后面后制定语of their own 注意不是their owns 某人自己的 那这个前制定语呢 咱们这个换成private 或者personal 私人的个人的自己的 文文中可以说 he has no private gardens or he has no personal garden 他没有自己的私家花园 就好了 私人的个人的 这个形容词 放在名词前修饰就好了 但是这个朋友啊 特别爱吃蜗牛 就一直跟我念叨 因为可能坐着家里有私人花园 他说了 four years he has been asking me to collect snails from my garden and take them to him 多年来 four years 就多年来了 咱们说过 他呢一直都在要求我呢 从我的花园里呢 来收集蜗牛 并且把蜗牛给他拿去 he has been asking me 之用的实态是 现在完成进行时 那么完成进行时 咱们说过 一个持续动作 一直做到某个时候 还有可能继续下去 本文中呢是表示 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不停打那话说 哎呀吃蜗牛啊 帮忙吧 我要吃蜗牛了 收集蜗牛去 完成进行时 一直做到现在 至于以后还是不是再要求 那就不知道了 总之一时延续到现在 来干嘛呢 to collect snails 来收集蜗牛 collect 咱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从不同地方 把相同的东西聚连到一块 收集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早就说过了 它跟getter是同一词 收集到一块 把不同种类东西放到一块 收集起来 那本文中当然可以用getter snails 是一样的 你不信看 这个有一个谚语里面 这getter用法 就跟collect完全一样 这个叫getter rosebuds while you made getter是收集 rosebud 叫玫瑰花蕾 或玫瑰花咕豆 当你还能够的时候 去收集玫瑰花咕豆 玫瑰花蕾 这个当然不是教咱们去摘这个花咕豆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 翻译中中文是这个意思 这个玫瑰花蕾指青春美少女 所以直音的话叫 人不风流 往少年 老了之后 恐怕想风流 有这个心也没这力了 所以趁你还能的时候 多去收集玫瑰花蕾 但是这个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咱们作为正在学习的年轻人 咱不能这么做 但是这个说法非常类似于中文一个古诗 唐朝有一个叫杜秋娘的这么一个女人 写了一首诗 要教会这些孩子 你看她这诗叫金吕一 可能中学咱们见过 说的事儿类似 她说 这跟刚才那个英语是如出一辙 就是大家可不要去珍惜死了以后 穿上那个金吕玉衣 一定要吸取少年的时候 有花的时候 能摘花 尽量把花摘下来 别等到没花的时候 空折那个枝 就没意义了 老了之后就不灵了 所以一定要人不风流 往少年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这是属于封建思想 那边是属于资本主义思想 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青年 我们不能用这些思想来毒害我们 我们的观点是 花开堪折 切莫折 莫待无果 空折之 青春年话 好好学习 学什么呢 学新概念第三册 第四册 跟谁学 跟李延龙学 我们以后 爱情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但确实 collect跟getter有收集的意思 咱们从这看到了 收集花园 从花园收集蜗牛 然后把蜗牛给他拿去 但是作者 一直没当回事 作者讨厌蜗牛 你看他怎么说 the idea never appealed to me very much but one day after a heavy shower I happened to be walking in my garden when I noticed a huge number of snails taking a straw on some of my prized plants 这个句子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句子呢 是由并列句组成 中间有个并列连词but 对吧 连接两个并列句 先看逗号前是第一个并列句 他说 这个想法从未吸引过我 使我产生过太大兴趣 appeal to 就吸引某人 咱们也会说 但是由but 顶出第二个并列句 它是并列连词 one day有一天 after a heavy shower 这个画横线的洗礼词是插入语结构 也是一个时间状语句 在一次大震雨之后 这个shower 叫淋浴 或者是震雨 都行 再这是震雨了 一场大震雨之后 下完雨之后 那蜗牛一般都爬出来了 那我正怎么样 我碰巧正在花园里散步 happen to do 咱们早就讲过 叫碰巧 那么这时 when引导时间状语从具 一直到序幕 但是咱们说这个地方 这when不能翻译成当某时 得翻译成这时 或者是突然间 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翻译 咱们以后会解释 但是形式来说 确实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具 那 这时我注意到 有好多好多的蜗牛 在干嘛呢 taking a stool on summer price plans 这个整个鞋底 自从taking开始到句子结束 那么是跟前面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notice搭配的 notic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对吧 注意到某人正在做某事呢 跟notice搭配 我注意到很多蜗牛干嘛呢 正在散步呢 take a stool 咱们以前讲过 慢悠悠的踱步 像老头一样慢慢的走 在哪呢 在我一些心爱的植物上散步呢 这个prize 咱们说过 在第16号讲过 就真爱的 心爱的 这个东西本身未必很值钱 但是这个植物是从小事弄大的 这对我有特殊价值 他吃着叶子 做着心疼的话 要除这个这个蜗牛 同时又想起朋友嘱托了 是这么一回事 这句话重点特别多 我们下面先看看 第一个就是重要词和appeal to appeal加借词to somebody 它常见的意思呢 可有两个 第一个意思呢 翻译成吸引某人 这是非常常见的意思 相当于动词attract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这个想法 从未非常吸引我 就从未使我产生太大兴趣 就吸引某人 这么个意思 这个不光是这颗书中 在41颗也会出现 咱们看一下192页课文第一行 192页课文第一行 有这么句话 the quiet life of the country has never appealed to me 宁静的田园生活 农村的生活 从来也没有吸引过我 表示我不喜欢农村的生活 appeal to吸引某人 这个地方用的是对的 这是吸引 表示这个意思 那么同样的 它当名词来用呢 appeal做名词 发音拼写都一样 就是翻译成吸引力 就好了 我们再把这个动词 再读一下 appeal 再读一下名词 appeal 完全一样 动词名词都一样 做名词就是attraction 吸引力 这个意思 你不先看在第二十九课里面 我们看一下第一百三十八页 这个第七行末尾到第八行 就是否有趣这个书 一百三十八页 第七行末尾到第八行 in spite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certain funny situations have an universal appeal 尽管有一些民族上的差异 但某些滑稽的场景 世界人民都喜欢 就是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 appeal 在这相当于attraction 就是吸引力的意思 你看 这是跟名词 发音拼写是都一样 注意 把这意思记住 但是appeal 到这记住还不行 为什么呢 appeal 在生活中 考试中还有一个参考的意思 叫恳求或者呼吁某人 恳求或者呼吁 这时候也得记忆大肺 他同样可以 appeal to somebody 如果呼吁得到某东西 恳请得到某东西 叫for something 如果知道向谁呼吁 后面那个to somebody 可以去掉 直接appeal for something就行了 恳求或者是呼吁 我们看例子 they are appealing to local businesses for sponsorship 他们正在怎么样 他们正在恳请当地的那些公司 来给他们来做赞助 sponsor 叫赞助 或者说名词叫赞助商 赞助这个行为叫sponsorship 就好了 他们在呼吁或者恳求 当地的公司 我们在以前讲过business 表示公司是可守名词 对吧 还干嘛呢 希望得到赞助 我们把这赞助这个名词也读一下 sponsorship sponsorship 就好了 我们再看例子 as the crisis grew worse the government appealed for unity 随着这个危机变得恶化了 政府呼吁大家要团结 unity才是团结一致的意思 向谁呼吁呢 知道了向百姓呼吁 就不用说to the public了 直接说appear for 中间to something就被省掉 呼吁大家要团结 所以appear注意 这个两个含义都会出现 本文中appear to有预警 没有起义 就是吸引的意思 说这个呢 他从来没有吸引过我就好了 同样的appear呢 这个表示呼吁或者是表示恳求 恳请 他也可以当名词 做名词的时候 发音评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an appeal for help 后面借词还是跟for 呼吁呢 希望得到帮助 恳求得到帮助 一个希望得到帮助的这么一个呼吁 这么一个恳求 或者说an appeal for food 的恳求得到食物 我们是缺一少穿的没吃的 an appeal for act to stop 我们恳请或呼吁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等等等等 都行 这是当名词来用了 可见动词名词 这个两个意思都具备 而且发音评写都是一样 本文中是这个吸引 这个想法从未吸引过我 其实就类似于什么呢 就类似我不喜欢这个想法 他都没有吸引过我吗 我保护看是不是相当于第19行 相当于第19行的I did not fancy the idea 我不喜欢这个想法 fancy就是like 咱们21个讲过这个fancy这个词 我不喜欢这个想法 他没有吸引过我吗 这表达一个替换 跟19行那个fancy的idea一个替换 就相当于the idea 这个这个这个 didn't appeal to me 从韩语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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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